嗨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各位看我手上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经常在包装所使用的缓冲材料 那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我今天就来做给各位看 然后这种的话就叫做冲气袋 然后这个是叫做气柱袋 我现在就开始来做给各位看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打气筒 我先抽一个冲气袋出来 我们就把这个打气头放在这个中间 就可以捏着它就可以开始打气了 要捏好哦 各位有没有看已经脏起来了 好了好你就把它抽出来 不会漏它有自动锁紧的 然后这个你可以除了做那个包装的缓冲材料之外 你还可以拿来当小枕头 你在车上或是你或是你去露营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当一个小枕头 假设你不想用了你就把它戳破 我现在来示范气柱袋 我想要做一张床 我把它摊开摊长一点 就差不多一个人的高长度 大概这样 我们长度到这边我们就先把它剪开 好 尾端我们先把它折起来 用胶带把它封起来 好封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用打气筒来打气了 我们打气是从前端开始打的 现在穿好了我们开始打气 现在穿好了我们开始打气 现在已经打好了 各位看是不是就是像一张床 那睡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我想我们请我们的爱迪先生来躺躺看 爱迪先生 爱迪先生躺的结果如何啊 我觉得这个蛮柔软的 不过它的宽度好像没有很宽 如果能有宽一点就更好 很不错啊 这个还可以当枕头 这个 那个充气袋 感觉怎么样 你躺起来像不像枕头啊 对这样在外面 录影的时候 就有点像在家里的感觉 应该是不错哦 对 我这个东西厂商有卖比较宽一点的 那因为我们这次买的就是没有那么宽 那躺起来那个感觉跟在家里比起来怎么样 有啊这很柔软啊 就不输我们这个弹风床 嗯嗯嗯 那还不错哦 因为是空气嘛 因为如果说有出去露营啊 就是说这种充气式的很方便 你可以当床使用 那不需要的话你就把它戳破啊 对也不会说造成膝带上的困扰 对 那也可以当坐垫嘛 坐着也不错 嗯对 所以这种包装用的缓冲材料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 日常生活里也是还有很多的用途 以上是我为各位介绍充气袋的各种用途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观赏哦